世界麦动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都会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 应该不是这一集 我会连续做好几集 是有关GTI的 那大家就知道GTI是全球科技人才 不过按照它的名字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miss out很多的东西 那我想要做一连串的video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GTI cover非常多不同的产业 不是只有高科技也有 所以我想要透过不同的产业 然后进一步细步的来去解说介绍 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人 也许你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子的人 澳洲基本上欢迎你 也会把这一本的护照和PR交在你手中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 好很多人看我的节目他会发现 可能有时候看topic 他就可能按掉了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 其实呢GTI呢包含了非常多不同的产业 也不是只有高科技 当然在我之前的video都有介绍 但是很多人都会miss掉 因为一般人家听到高科技人才 基本上都想到反正是跟电脑有关 但其实科技呢 我们要了解 其实科技在今天这个世界 2021年呢无所不在 到处都是科技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些科技 它可以用在哪一个产业里面 那当然我们在开始之前 也要跟大家提一下 你不管在哪一个产业里面 你一定要达到所谓的国际输融标准 如果你不懂得什么是国际输融的法定定义的话 我有做一个特别的video 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你可以设计一下 可以找得到 也是在我们的播放清单 GTI的播放清单里面 然后呢 你的薪资必须要达到澳币四万三千六百 就大概台币三百万以上的年薪 那当然这不是定死的 你可以透过你有能力取得这样子的薪资 因为每个国家 它的薪资标准不太一样 你可能你的能力到了美国去 你可能超过这个薪资 你可能你的能力 如果只有在东南亚的话 当然他们的薪资会比较低 OK 所以呢 你只要能够秀出你有能力 去赚到这样子的钱的话 这一些都可以操作的 好 那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 我们先来聊一下农业科技 OK 农业很常常讲 这是什么农夫做的事情 怎么可能移民呢 但是大家很不知道 其实有像我 我现在在台湾 台湾其实做非常多的农业科技 和科研的部分 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台湾 有非常多好吃的水果 对不对 如果你在台湾有在吃 知道的话 认识到台湾的话 台湾的水果非常好吃 不管哪一个东西出来都非常好吃 为什么 这里边有非常多的科研在做 尤其是我知道像在屏东有非常多 还有台湾的酱油 平科大出来的酱油 为什么那么好 那这些 在研究这些的人呢 其实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我今天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有哪些事关农业科技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呢 我带大家看一些英文的资料啦 那现在其实非常多的科技业呢 它利用到这个农业 就是农业4.0里面 所以发现很多的这个农产品等等的 我们在在养殖它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用到 比如说往这个往高处养 以前都是要靠在这个田地上面 然后它可以 它现在可以vertical的 可以直线上升的 比如说番茄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这是什么 这是草莓啊 它可以往上这样养 它会叠上去的嘛 然后日光 可以用不同方式 比如说很多的花会卖的花 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些在养殖花 它们晚上的时候灯都是开的 它们可以刺激这些植物 让它晚上的时候也是模拟 好像在白天的那种有阳光的感觉 让它可以长得比较快 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方式 但这已经很传统了 只是说在这些传统的农业里面呢 怎么再加入科技进去 这里面有几个example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一些怎么去控制 用科技 控制这些 像这些 这些虫害 第一个是虫害 第二个 有些植物是需要 比如说蜜蜂 它去采花蜜 然后让它能够 植物才会结果子嘛 那它们可能不需要用蜜蜂 用什么方式可以去 去可以变成这样子的 让这个植物自己可以能够 再呈现更多的果子 让它长得更多呢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还有如何利用 都市的空间 比如说 大楼楼顶 或是甚至是underground 地下化的 怎么来做这些东西 来尝试 还有就是用机器人 怎么控制 怎么管理 这些植物的伸展等等 其实已经非常多的公司在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你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在研究这些的人 甚至又有专利的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达到GTI的标准 所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在工作的厂业里面已经忙碌比较久 所以你可能身边有这样子的人 或是你可能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 你不知道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取得澳洲的身份 Aerial Farm Management 透过空拍的 透过这个无人机 用机器 这些模式 有用手机的软体APP去控制 你可以插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工具 在土壤里面 然后去测量土壤的湿度 土壤的营养 或是土壤是否其他的化学药物等等的测试 让这个种植的这个食品 食物可以更自然更天然 更有养分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 还有这施肥 那这施肥是用Organic的呢 还是用Chemic化学的呢 如何去控管这些东西 怎么样去测量这些东西 这些全部都在农业科技范围里面去 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是养殖类的 那当然这边给大家看是国外是牛 比较多嘛 你怎么去养殖它 那现在大家也看过 怎么用科技智慧养殖猪圈 这样也有 其实他们现在有好多地方已经在做这个了 那是否在做这些的人 也可以达到这些标准呢 这个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OK那当然除了这些Livestock就是牛啊猪啊 当然还有鸡 我之前有去参观过鸡卷 现在养殖的方式也慢慢利用到一些科技 不过你不能只是那些养殖的人 不是说那些养殖的那些人可以拿到这个GTI 你必须要是设计 然后去真的操作这些科技的人 让他能够放到利用应用到这些农业上面的科技人才 所以他一般都在科研里面做的呢 这样就是OK 那我这边再给其他的一些范本 那这边有讲什么是Agri-Food 其实上网查打进去非常多 但其实我其实知道说比如说在台湾本地 是做非常非常多农业科技的科研的部分 只是说我还没遇到有人知道说他可以申请GTI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做了这一集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很多在中南部他们在研究这些的就非常好 比如说怎么让这些水果更甜 那他要怎么种植怎么养殖 他们有特别的方式 因为他们需要了解很多的化学和植物种类的生长等等的 还有这个养殖他要 比如说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些 现在因为天气变化很严重嘛 然后有台风啊很酷热啊或者是很冷啊下大水啊淹水啊很多这种问题 他怎么去防止克服这些东西 这都要透过科技的方式来操作 那这边也有一些文章啊 包括英文中文其实也有很多 那这边有像比如说在东南亚 他们把饼干啊变成把它印成这个样子 那其实他有把一些特别的一些维生素啊需要的健康的元素 置入在这个饼干里面 那吃起来有不像吞药丸了啦 你懂我意思吗 那这个怎么做呢 那这样子还能达到它的效果吗 那怎么去弄呢 比如说很多药丸是需要它要有东西保护它 让它营养素不会流失 所以吃到我们吞到我们肚子以后 以后它到肠子里面去的时候 它才释放它的养分才能吸收嘛 那如果把它变成一般的食品的话 它会不会比较容易坏掉呢 它不像比如说像香蕉好了 它本身是天然是有皮会保护住 它有苹果它有皮会保护住 你一消掉它的时候它马上就氧化 然后那个氧化就是它里面的养分就没有了嘛 那你在生产其他的食品的时候 怎么保持保护住这一些的养分 不要让它流失 不要让它氧化 这也是一些科技上面的一些可能在 这都跟agri-food 有关系 那最后这边可以查到 比如说这是台湾的agri-tech 特别一个网站 那这里面你看都是水果 台湾其实水果是很厉害的 它有讲到怎么用AI控管啊 New Garden 怎么去养殖啊 用手机电脑怎么去控管你吃 这个养殖的植物还有培育的东西 让它的品质质量会达到更高呢 利用其实用这个drone 用这个无人机去撒药等等 这已经不是新的东西了 不过我相信这里面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其实在农业科技里面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人才 那澳洲其实非常非常之欢迎你 那很多人不知道 那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专门在农业科技里面 有在做科研的 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那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观赏 拜拜 拜拜